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兵团部署如下 一 第二 众队及教导旅统归防阵指挥 伏击于清化编至房家桥大到以东 带敌后卫通过房家桥后 教导旅游东向西猛烈侧击 第二 众队应首先截断敌退路 严小河东岸由南向北猛击敌侧背 并于拐卯 严水南岸 派出便一队侦察桥而沟方向敌有后续部队 二 一 众队之八旅指三五八旅自研加沟清化编西北无理 至白家坡严小河以西欢正面伏击 第二 众队截断敌归路后 由西向东猛烈夹击 不一旅卫预备队 位置于首头庄 丁家庄 郭家庄 安赛以东之险 除队安赛布置警戒外 须以小步不大过一赢 位置于冯家庄以南高地 对延安方向警戒并切实封锁消息 三 四旅指新四旅 伏击于清化编正东及东北高地 在二 众教导旅打响后 即向清化编猛烈铺击 假 各兵团屋于三月二十四日六十半以前部署完毕 部署时需注意 隐蔽于敌策位搜索线以外 五 时敌过早发现 一 指挥所在清化编西北高地 我们在指挥所 并 通信联络 与二 众教导旅用电台 一旅使徒一旅 新四旅徒步 电台兼用 由该命令可知 西野计划以新四旅拦头 二 纵结为 一 众和教导旅 则分别由西 东两面佳祭 以歼灭三十一旅 之前提及独一旅 因擅自开高桥再转回 故此二十四日 只能感到冯家庄一带作为预备队 监视延安 安塞 部署时需注意 隐蔽于敌侧位搜索县一万 物是敌过早发现的提醒 体现出彭德怀在战役指挥上的细致之处 这是一 抗战前政府修成 在延安济南和延川以北至震川这两段公路 抗战时期我方又组织民众修筑了延安南尼湾 由电子延长 延安 林真 延 安好家叉 延 安真武洞 清剑子长等七条公路 至1946年为止 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道路广路 清化边居延安约七十里 自延安向东京拐卯道遥殿子后 要经过一条三十里长的川道后 才到达清化边 这是当时陕北的一条主要公路 一般称为贤 杨鱼林公路 可通行汽车 清化边坐落在山崖上 只有二三十户人家 但却是咸鱼公路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自清化边向西 是一条四十里长的川道 当地人称为牡丹川 向西北则经过另一条四十里的川道 当地人称牧所川 通向盘涌镇 再由盘龙向东京永平之沿川 就可以北上清剑 随德 米之道镇川 这一段川道山峰点连 宽处不过半里一里 窄处只有十米八米 是一个社府的好地方 依照彭彭德怀二十三日下午的电令 各纵队 与分别进行了紧张的布置 移动第358旅 以第715团一部配置 在清化边西北支曹家嘴以北山地阻地前进 主力配置于清化边以西高地 第八团设伏于四沟以西山地 第716团主力 设伏于林平以西山地 以第10配置于后帐子沟以南山地 战斗计划位 敌如一部战领我第716团阵地前之搜索地区时 我该凡第3营既由正面进行射击 同时部队出击 第1营在该营以南山地进行掩护 并派部队隐蔽出击 配合第3营攻取敌战阵地 消灭敌人 如敌搜索部队通过时 各部队则隐蔽 的向前运动火力级部队 主力已进入我伏击区域 带敌后队打响 我第8团吉向四沟 小蒜沟出击 第716团向林平 前仗子沟出击 第715团除留部队固守阵地外 尽量抽部队出击 战斗开始后 第716团留一个连在前仗子沟 以南山的向拐马方向警戒 移动根据彭德怀部署时需注意 隐蔽于敌侧位搜索线以外 物是敌过早发现的指示 将伏击部队放在敌侧位搜索范围之外 集合伏击地域相隔一条山梁之处 实战中 乘31旅果然派出侧位搜索分队 严本队开进入这两侧山梁险阱 玉小沟谷地则顺山梁绕过 玉大沟则跃沟而过 最近若增据第716团隐蔽位置 紧隔一小山 且不断用火力侦查 但一纵伏击部队非常沉着 未被发掘 新四旅的伏击位置 在清化边以北及东北的长家塔 北六庄 赵家沟 与指设在长家塔 第16团在赵家沟附近 第771团在赵家沟以北地区分别埋伏 准备迎头拦机 彭德怀 23日绿旅以上干部 到清化边东面至石绵羊沟查看地形 发现清化边东南有一个小寨子 正挡在新四旅第16团的出击路线上 如果派兵占领该寨子 很可能就要和敌先头搜索部队遭遇 如果不与占领 则又可能为敌军所占据而增加攻击难度 在现场调整部署时 彭德怀提出将该小寨子让给敌军 随后又提醒传达命令的参谋人员 要部队将寨子北墙拆掉 留下南墙 这样既可以遮住北来的敌军视线 又消除我方的攻击障碍 这也是彭德怀战场指挥 讨律问题周到细密的一例 这是二 由王阵 罗文发联署的命令规定 二重 和教导旅各部战斗分界线位 教导旅自清化边东南至东沟 寒至石棉阳沟 三五九旅自石棉阳沟不寒 桃源沟南北方至石加哥塔 独四旅自石加哥塔不寒至西会加边 命令要求各旅由东向西侧击 独四旅于西加边切断敌退路 并在西加边东南高地构筑攻势 向拐卯警戒战斗发起后 各部先头部队阴轻装 以迅速勇猛的动作 抢占各旅正面之个战术要点 处立即选择便于出击的道路 猛烈侧击 教导旅的伏击地段较窄 只在石棉阳沟附近 展开了一个团第一团 另一个团第二团 和旅部在石棉阳沟移东 第359旅旅部在瑶子沟 所属三个团分别展开于 白家平第717团 石加哥塔 第718团河白 加坡第719团 独四旅旅部位于寨子沟 所属三个团 第12、13、14团分别展开渔房加桥 惠家边、纸房沟对面的路东 这样 西野在清化边战场上 集中了五个旅不包括独一旅 在第一线级展开其中的12个团 不包括教导旅第二团 在兵力对比上占据了6比1的绝对优势 接下来 就是等胡宗南的整31旅入网了 6比1的伏击战 正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 本文作者 严可负 公众号 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魏京作者本人极为信公众号 这才是战争允许 不得转载 为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 王正兴 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 曾在部兵分队 司令部 后勤部等单位任职 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 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 有个人独到的理解 其著作《这才是战争》 于2014年5月6月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蓝 目分两期推荐 它的公众号名 意为这才是战争 欢迎关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